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节目不能播不是因为政治原因 而是因为经济原因 具体说是因为我们这个罐子摆歪了 人口口口口不干 导致我们两集节目就不能播 那我们将补说了几句 之后能够把那个拿出来播一下 已经我叫什么武朝身与名俱飞 但是我们可以讲讲这几天的敏感话题 因为环球时报都报道了 说什么四川真是有这个保禄运动 保禄运动有传统 现在就是新世纪的保禄运动 新世纪的保禄运动是什么情况 在四川广安临水线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四川广安临水线群众走上街头 走上街头 你看下边还有一张 好像是一些情绪激动的群众 你看万人签名活动 一些情绪激动的群众 跟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 传闻有人受伤 但是官方没有证实这些消息 是什么呢 达于 城际铁路 存在两个设计方案 就是铁路达哪过 其实呢 东线是经过临水线 西线经过广安区 那么这两个行政区呢 都属于广安市 结果呢 广安市的发改委 日前通过互联网表示 他们支持经过广安区的西线方案 那么就不经过临水线了 于是呢 临水群众掀起了保路运动 就万言签名 就是说 这个理由不用说就明白吧 这个铁路 你从他那过 不从我那过 不说别的 房子的价钱就不一样了 以前的那个保路运动 那个李杰仁的小说叫大波 就是写这个 大波 黄色小说吧 这是他的三部曲 死水微蓝 这个李杰仁是现代一个 非常出色的作家 写了三部曲的长篇小说 第一部就叫大波 还真的 你在网上一查 就出来那些女孩子的照片 真是太冤枉 李杰仁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 这个现代文学里边 他的讲的就是 辛亥革命那个时候的 一个四川的保路运动 当初的民众怎么 怎么起来 这次的事情是 我也有看到一些 比较厉害的录像 什么什么 我当时就在想 这种事情怎么解决呢 我想假 我这个又要下草心了 我根本不是当地的官员 但我想 假如我是当地的领导 你说 你说怎么办呢 你铁路走这边 这里的人就发达了 走那边那边的人就高兴了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办 怎么会导致这么大的冲突呢 我当时在想大概 第一个还是程序 就是说你决定从哪里走啊 你要有一套比较透明的决策过程 就是说不要让人家说 哦 本来从我们这里走的 现在走那边了 这个人火就大了嘛 你把你那些人上去炒的时候 他们的 而且他们的理由是 你知道他们的理由 炒的理由是 我不知道准不准啊 但是我看 有一个报道说 因为广安区那边 那是邓小平家乡嘛 他那边已经好几条路了 而临水线没有铁路 他们意思说 你们为了照顾政治 因为领导人的家乡 一般是重点建设的 好多地方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这个理由 但我总觉得 这还是一个程序问题 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套 决策过程是很论证性的 就是说通过专家 通过预算 通过什么 香港也是吵啊 对吧 一个车站设在哪里啊 什么什么 民众也照样抗议啊 那程序 你说程序 因为各地有不同的程序嘛 我对国情不太熟 我猜按照他们程序来说 他说我们有权利 做这个决定 所以按照他们程序 而且他们所有事情 也有他们一套的 所谓的透明度 那个透明度 可能跟香港 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 可是可能他还是说 特别在最近 这一两年 很按照程序 所以说程序呢 永远跟substantial的实际性的东西 也分不开 刚子东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专家的系统 你程序里面 有没有把专家的意见 加进里面 那些是谁的专家 然后再透过他们既定的程序 来呈现出来 这个简单来说 其实千言万语 两个东西嘛 这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制度 第二个就是道理 因为你假如只有制度 没有道理 你也没有用啊 你只有道理 没有制度 那我就问你了 如果这样的事情在香港呢 怎么决策 香港也有这个铁路 这个通过哪儿啊 地铁通过哪儿 如果说这边说 应该通过这个区 那边说应该通过那个区 那在香港怎么打 那在香港一开始呢 就有一些单位 部门要做一个规划 有个草案出来 那过程里面 当然是花钱 香港政府 常做的一个事 很多地方都做的 就聘请专家系统 有个顾问公司 独立的 独立的 香港政府只是拨还 给你去做研究 你独立的顾问公司 那里面的组成 通常都是一些专家嘛 主要都是外国人也有 华人也有 然后呢 他提交了报告 然后呢 政府拿着这个呢 再去咨询 议会有咨询 还有不同的专业团体 然后到时候 再修订那个报告 然后出来公众咨询 有个一个公众咨询的 以实际的例子来讲 就是这个高铁站嘛 就是香港的这个高铁站 当初设在哪里 就是一个很尖锐的争论 一个方案就是设在 现在定制的这个 尖沙嘴 这个原方 这个最市中心的地方 另外当初有一个选择 提出来在新界嘛 在新界这个隧道前面 那么当初的两边的争论呢 是支持在新界的呢 是两批人 一批就是文道等等 就是激进的青年 因为他们呢 背后有一个就是要保卫香港的 这个市区 不要太热闹 他们当初一个电影嘛 阿凡达嘛 This is our land 你记得吧 很多年轻人就说 This is 这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要把它放在新界 那么当然了 背后有一个利益集团 就是新界的拥有土地的 新界的相会 对 他们就支持这些青年人 但是呢 这个力量打不过另外一批 因为另外一批 你知道他开在尖沙嘴以后 他附近这些楼架 这些项目会升多少 你一看就不知道 没得打 我当初他们吵的时候 我就看到很清楚 怎么可能让你放在 而且再客观来说 你从对整个香港的 集体利益来讲 你要一个乘客从广州 从长沙坐车 坐到香港 一出来是一个乡下地方 他多失望啊 现在将来一出来 车站前面就是维多利亚港 对不对 这个会吸引内地的游客很多 所以最后是这边打赢的 中间有一点点的补充 当时其实因为子东讲到激进的青年 他们甚至讨论要不要高铁 对 根本是说不要高铁 而且年轻界都不要放 保惠菜园村 因为高铁要经过那条川 要保惠 其实我们倒过来看 几年后 当时提出很多问号 很多质疑 到最近的香港 就果然发生了 当时我没记错的话 是说需要几亿 我忘了 两百多亿还是多少亿 反正当时就说 不可能是这个数字 不可能那么低的 一定是低估了 果然现在第一个 金额好像涨了两倍 然后还不能如期的建成 所以不管 就算当时香港的政府 不管怎么样的程序 合乎它的程序 也有专家 可是最后还是争议 特别你说东西问题 反而我想到什么 香港打压房价 以前董经华年代 打压房价 香港非常尴尬 因为香港平均来说 一半人有房子 一半没有 当房价高的时候 没房的人上街 抗议抗争 还不起房 然后董先生 打压房价 多盖点房子 对 有八万五 一盖的 楼价掉下来 结果是另外一半 有房的人就说 我们当然楼械 被大夹械 被绑住 又也上街游行 当时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真是觉得 做一个这样的修路的 这种决策 我才意识到 这个里头有多么复杂 你知道包括 比如咱现在说 像三峡工程 这简直是一个 多么复杂利益的事情 因为听谁的是一个问题 你比方说光算账 这个路 它还有一个 假如专家会告诉你 从这走 修建成本可能还低 但是从那走 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 更重要 这个你怎么权衡 甚至于 我甚至都很怀疑 在民主社会 又能怎么决策 这种事情 太复杂了 日本那个时候的小说 金环石 就是描写这样 这种发展模式 其实就是从日本 就是铁路在哪里 然后他就有建站 站上面就发展 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谁参与这个决策 赚死了 你知道 你们讲香港 我给你们讲讲 我的家乡石家庄 石家庄 现在是河北省的省会 对不对 保定算什么 可是你知道当时 不要说当时 才多少一百年前 哪有世界上 哪有石家庄 石家庄是正定下边的 一个石家庄村 就是一个村 保安 保定的时候 河北的中心是保定 对吧 你个石家庄算什么 可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一条铁路 这个铁路 当时因为说是经费又不足 从太原那边修出来的一个 一个窄轨的铁路 好 修到因为那个没那么多钱建了 所以呢 那因为那有一个胡托河 你看原来要建这个铁路 你要通到中心城市的话 就需要在铁胡托河上建一个大桥 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建大桥 费营太高 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钱 于是呢一来而去 就定在了石家庄 这站就修到石家庄 于是呢 这个窄轨铁路跟另外的这个宽轨铁路 怎么衔接呢 又从窄轨铁路运来的东西 又要搬运到旁边的这个宽轨铁路 所以石家庄就是运输业起来了 慢慢慢慢慢慢 你看仅仅因为一条铁路 现在变成钢铁基地 正定算什么 正定现在是我们石家庄郊区那边的 一个一个一个县的还是一个地区啊 什么的 所以你看这个星 对你这么一说临水县的人更急了 跟你说还有郑州算什么 原来河南最最中心的是开封啊 对对 郑州只是个下面的正线 对 只是因为要修铁路 张之东提出来的 黄河大桥 卢汉铁路 卢汉铁路说 那本来要不应该经过开封啊 或者经过洛阳啊 但是对不起 黄河啊 这个地质结构啊 太危险了 于是要找到一个啊 这个摊比较窄的地方 黄河大桥 而且呢 这个河道不会随意改的地方 于是最后就定在了正线 然后郑州一下子成了枢纽 开封 洛阳 现在 文化古都 文化古都了 就是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清后 slot hack 它 Than 总 其实这种事 我这一查还多 你就是2009年 高铁有两对城市 因为高铁线路恰价 湖北的石宴 VS相反 河南的邓州 VS新野 然后两地斗争 一直持续到什么 官民一起上 市委书记跟大宇治水一样 市委当地官员 过家门而不入 也搞保路运动 要从我们这过 包括护坤 当年2015年3月 护坤高铁 规划的时候 湖南省的邵阳和楼底两个市 从邻居变成了对头 官员跟群众空前团结的 为此目标到处奔走 这个10万邵阳群众高喊 争不到高铁 书记市长要下课 然后就是说 不少政府官员舍身拼命 小孩住院不去照顾 自己生病 雇不上去医院 就争这个 最后你知道吧 最后结果是什么 护坤的高铁 同时在楼底和邵阳设站 但是经过邵阳的车站 距离市中心70公里 这就是中国人的折中 还有什么 为了高铁 京门和荆州也反目成仇 我天哪 你看荆州当时的宣传词 倡议词 他讲得很好 你看有文学性 说没有高铁 城镇就是散落的珍珠 通了高铁 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珠 多少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 因为交通的衰减而消失 又有多少城市 因为交通的便利 而走向新的辉煌 这都是大海 再加一句 得荆州 得天下 得高铁州 得天下 也的确不止铁路 我突然想起我们 之前谈美国 你不是非常高兴吗 去维加斯吗 拉西维加斯 以前美国盖公路 一样 盖一个公路 比方说经过 透过哪条哪座山 开个路 开个山洞 然后去经过Vegas 也好 什么城市也好 也是地方的利益集团 工厂 基本主义集团 基本集团 还有一个参与者是谁 在美国那个年代 黑社会 黑手党 对 黑手党也有分党分拍 我到底在这里盖个赌场 你要不要给我修一条铁路 到底是这样来 还是那边来 经过经常火拼 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利益 黑社会的利益 然后那个基本集团的利益 那通常都是拉个连带 通常是黑社会的利益最大 最后打赢了 因为那你不敢不听他 官员也有听他 那是有钱人老板 也有听他的 你看美国西部片 都是这个题材 就这个铁路要修到这 这个牛仔 啪啪啪 武士在干什么 这都是争 正因为这种经济的争夺 导致了政治的冲突 好像没法避免 因此呢 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变成了一个严峻的课题 这次我看这段录像 有一段录像冲突的非常激烈 警察防暴啊 在这边冲上去 我就想到一点 就是说我就在想在中国 中国一般会觉得 如果出现群体暴力事件 那个地方就是一件出了事情的 就是一件坏的事情 就变成维稳的一个缺点 因此呢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因此 就改变原来的一些方案 哪怕原来的方案是更对 我不知道我不讲具体这件 其实最重要是说 我们刚讨论到了 他有一套有公信力的程序 还有有公信力的专家系统 最后还要有一个 有公信力的决定 决策的制度 比方说一般来说 这是投票 到最后你可以 那地方有多少的人 进入议会来投票 透过投票权来解决 然后才能给他有一个出路 才能说不怕那种事情 会继续累积下去 可是当其他的一套 我们觉得比较合乎程序的 合乎公益的系统 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个你给他常规划的 很容易是什么 会不断累积 越来越大 因为大家觉得可以 我只要绕一绕 你叫铁路就从东转到西 炒的还是有奶喝 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评论 就是讲 我觉得环球时报 什么话都他说了 环球时报说什么 一闹就解决 以及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 是依法治国的大计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 都是环球时报的评论 上次咱们录那个节目 他又在讲什么 好像讲 昨天咱们录的 就是说官员加薪 就是公务员加薪 对吧 也评论 说这个 如果你看 就是说 咱们这个不能搞那种 西方式的民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效率 比如说 该给公务员加薪了 但是如果真的要 征求舆论的同意 搞这种民主 这个事情会多么的低效 其实我不同意 因为没有那个渠道 他那个舆论 只靠网络的舆论 只靠网络名义 这样来看舆论 这个本身就是不全面 你比如说 我现在就发现 我们国家 这个大跃进的速度 发展速度快 两代领导人 我都记得有这个细节 比方说 毛泽东主席 当时你知道 水门事件 尼克松 那个水门事件 毛泽东对 他觉得跟尼克松有交情 他觉得很不能理解 是跟基辛格 还跟尼克松说 说你们这国家 两盘录音带 一盘录音带 就能把一个总统搞下台 太可笑了 我完全理解毛泽东西的思路 这国家太幼稚了 这国家 这个民主太可笑了 但人家是监察一个规矩 然后到了邓大人 邓角平 他也是会感觉 我跟你说 有些时候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中国的有些问题 就是来不及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当时他有这个 就是说很多这个建设 很多项目 如果照着西方议会 你比如印度 现在就是个例子 你这个公路 永远就别休了 要议会 大家每人投票 投票 投票 这弄回来 这个效率太低了 这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还想到一件事 就是联系到 这个庆安的那个 因为当初我们 最后我们看了 央视的事项 现在社会的共识 就是说 反正你一个人 你拿了一个武器 来袭击这个警方 警方对他开枪 是震荡的 对不对 现在大家 我就是产生了一个 非常幼稚的一个想法 我看了那个 就是那个 林水县的录像以后 我在想 一个警察 对了一个人 一个人拿了个棍棒 对他挥 他是可以开枪的 但是一百个人 拿着棍棒 拿了个砖头 这个警察能不能开枪呢 反而警察是不开枪的 你发现没有 一百个人拿着棍棒 那警察呢 都拿着盾牌 我看得清清楚 全拿着盾牌 而且 他退 你看不能以这个 一对一的逻辑 那照理说 这些人也在袭警 他们也不知道 是黑社会 还是当地官员 还是当地民众 不是什么原因 噼里巴拉丢在警察的 那个盾牌上 可是警察在这个时候 从他的防守盾牌 到开枪 中间有无数的环节 对 徐老师是提出了一个 执法的问题 就是群众袭警怎么办 对 一人袭警可开枪 群众袭警怎么办 那他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些人 就是那个 经常执法上面所说 罪不则重 当然 法不则重 就是那个 你面对那么多人 同时犯罪 一个人丢砖是罪 一百个人丢砖 而且因为 背后有他的 工具性的考虑 对不对 就像我们说 假如有人开枪了 你开了一下枪了 马上那个 事情更不可收拾 他也有 有工具性的考虑 可是话说 回来还在想说 这个怎么解决 假如在西部 把铁路从东搬到西 那东部的人 会不会又起来抗议呢 难道又改吗 难道最后 是说盖两条铁路算了吗 所以其实有一个 先别讲什么长远 要改善什么决策的程序等等 有一个就是谈判 你铁路建在东边 总有一些带动的 推动的经济利益 那你可以分一点 给西边吧 或者说整个地区的发展 总可以分猪肉吧 议会分猪肉 也很多的层次 可以在议会里面分 可以在后面的 在部门跟不同的地方 掌权的人谈判来降分 总有办法去解决 我这事情怎么解决 我不知道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切切实实的看到 中国的进步 这件事情 我第一 首先看到的是外国传媒 而且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些人别有用心 播放这些场面 纽约时报啊 香港的一些电台啊 啪啪啪播 作为头条来播 网络上的片段 我的第一个反应 我是觉得国内会封锁这个消息 可是你看 现在环球日报 我们都可以来讨论这个事情 你看一讨论 你就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经济利益争 这后面的悖论 对不对 怎么来 怎么来对付这样的群体事件 这又有各种讨论的余地 对不对 而这种群体事件 是不是应该常态化 比方说在香港 讲回香港的 香港那个高铁 最后那个 盖在新界的这批人 游行的最厉害 他们在警察那里得到许可 申请的非常 This is our land 但是最后赢的是另外一派 因为另外那派人不出来游行 但他们是大老板 所以他们赢了 炒是给你炒了 赢是他们赢了 所以这个 这边白吆喝了 你这叫什么呢 这会叫的狗啊 这咬人的狗不叫的 叫的狗啊 就是 也就叫狗 没用的 还有更长远的 怎么那么容易放弃呢 没办法 这有法制嘛 立法局通过了 放弃不表示全部失败 因为子东讲到香港 那个高铁事件 那一波的运动 那些所谓的激进青年 那个 后来又持续发展 对 他有他的另外的 所谓的启蒙的效果 比方说灌输了 是说 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注重地方的文化的保育 文化的发展 还有大家看得更清楚 整个资本主义是怎么样的运作 那引发了后来的一波一波的 其他的对于香港历史的保护运动 你长远来看 最后谁赢谁输都不晓得 这就像我们这个南昌 八一南昌起义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 但是他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建立了一次军队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种子们深入了民间 对吧 掀起来 是吧 社会有一新高潮 新高潮 新的高潮